立伟苏志芬图联合报系资料照片分享 民进党中只会今天通过九位拼连任的县市长提名 但云林县长李金勇与立伟苏志芬关系紧张又浮上台面 苏志芬周一在脸书发文 只看到要取大位的人他会远之 还透露去年关系从选举后七天就开始生变 对此李金勇今天回应 谢谢苏志芬的指教若有误会需要说明他会私下请教 他也会尽快安排拜访行程 李金勇受访时放低姿态打出尊苏牌 他说一定是他有需要检讨的地方 所以苏志芬才会发表如此言论 他也说对此党内同志大家都很关心 他自己也要先行动会尽快安排拜访苏志芬行程 李金勇称赞苏志芬是党内非常倚重的政治精英 对于党交付的任务 苏在不同领域可以用不同方式帮民进党的忙 他也表示他担任选长已迈入第四年 选民关心的不是民进党在搞什么 而是宪政是否顺利 他面对选民期待会更加努力 自媒体原因 实际上在操作的古典